吃一顿丰盛的早餐是许多民众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不过小心可能暗藏反式脂肪,危害心血管健康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早餐店、咖啡店以及超市等24件油脂类产品 结果发现一件美奶滋沙拉、一件白沙拉 减出反式脂肪酸含量,唯一实际数值标示 一件厚奶精,标示不实,被验出含有反式脂肪酸 那这次检验的24件油脂类产品 包括8件奶精、8件沙拉、6件奶油 以及一件脂肪抹酱跟一件的发泡酸用脂 检验15项的反式脂肪酸含量 并进行标示符合性查核 结果有一件的美奶滋沙拉、一件白沙拉 减出反式脂肪酸含量超过标示允许的误差范围 没有依照实际的数值进行标示 一件厚奶精外包装标示宣称不含反式脂肪酸 但是该产品减出每百毫升饱和脂肪 及反式脂肪合计超过0.75公克 依法不得宣称不含反式脂肪酸 那安卖产品经追查 厚奶精来源属于本市已经依法处办 另外两件沙拉产品属于外线市 已请当地的卫生局依全责处办 那依据包装食品营养标示应遵行事项 食品需于包装容器外表明显处以表格方式 标示脂肪、饱和脂肪或饱和脂肪酸 反式脂肪或反式脂肪酸含量 其允许的误差范围是小于或等于标示值的120% 三件违规产品分别来自找完美之城 圆山捷运概念店 红椰汉堡如意店 以及38号招食所 卫生局说明反式脂肪来源有天然、人工 而卫福部更规定食品中不得使用不完全氢化油 那反式脂肪的来源有天然跟人工 前者存在于牛脂的反厨动物中 后者则因油脂、精致、高温制成当中产生微量的反式脂肪或来自氢化植物油 其氢化的目的是为了要增加油脂的稳定度 使油脂更加耐高温 但如果制成当中氢化不完全 就会产生危害心血管健康的反式脂肪 卫生局在此提醒市民业者 为维护国民健康 卫生福利部公告自107年7月1日起制造的食品中 不得使用不完全氢化油 为者将亦违反性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8条 命期限期改正 既期不改正就可处3万到300万元的发盘 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购买时 不妨多留意营养标示中反式脂肪的含量 做个聪明的消费者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道 最高兴 记者资格图